大家好 今天我想讲一期比较冷门 但是又非常有探讨价值的一个话题 叫八风战 什么叫八风战呢 就是在古书里面所记载的一年当中的某一天 然后呢就判断风的方向 通过那一天风的方向不同 给出来的信息 我们来判断这一年的年景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八风战呢由来已久 相当于也算是一种预测学 那么最著名的两个材料是什么呢 一个是史记天官书司马迁或者是司马迁的父亲所记载的八风战的资料 以及《皇帝内经》《临书篇》《九宫八风篇》里面所记载的八风战的内容 这两个内容各有侧重 《史记天官书》里面所记载的八风主要占这一年的天下是否太平 这个主要跟国运有关系 而《皇帝内经》呢 《八风战》呢主要是推测 这一年当中 这个风从哪个方向来对哪些对人的哪些脏气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为了便于理解 然后我把它画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八个方位 我们先说《史记》 《史记》当中的八风呢 它比方说南方 风从南方来 这一天呢 就说明这一年 紧接着这一年 会出现大汗 就是很干 然后从西南方来呢 就是小汗 小干 从西方来呢 这一年可能会有战争 如果从西北方来呢 可能会有一点军事活动 或者军备竞赛 也是有点小冲突 小摩擦 如果从北方来呢 这一年呢 就不好不坏 北方来的是比较 可能就是认为是比较正统的 正宗的 不好也不坏 然后从东北方来的呢 就会是最好的 刚才那个叫北方来的 叫中岁 然后东北方来的叫上岁 这一年风调雨顺 非常好 从东方来的呢 这一年会有大的洪灾 洪水 如果从东南方来的呢 这一年会有瘟疫 这一年会比较糟糕 叫岁厄 那这是史记当中 天官书上记载的 这八风 这跟老百姓细细相关 主要是推算的国运 《黄帝内经》 林书篇九宫八风战里面 他说的这个八风呢 他给每一个风还取了一个名字 取了一个名字以后 然后说这个风来了以后 会对人哪些脏腹产生影响 他也做了一个归纳 然后呢 我也分享到这里 他说南方呢 就主要这个邪气啊 会内浮于心 就是会藏的比较深 会在心 心脏 西南方的那个风呢 这个邪会内浮于脾 脾脏 当然是中医的心肝脾肺肾了 然后从西方来的呢 是在肺 西北方的呢 是小肠 北方来的呢 是在肾 东北方呢 是在大肠 东方的呢 是肝 东南方呢 是胃 这呢 就是具体的 这两本书里面 所记录的一些东西 先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内容 然后呢 我再做一期来讲一讲他们的关联 以及口据